Hello大家好,我是雪貓瘋逼 前陣子呢,我就去了大阪嘛 身為一個專業的抹茶控,當然就是要去宇治那邊朝聖一下 那今天呢,就是來開箱 的一大堆在宇治買回來的抹茶伴手禮 那這一次我就去了三家抹茶的老店 分別是中春藤級,伊藤酒優惠,還有一個 我不會練 那個字我真的不會練,我連廣東話也不知道練什麼 是葉嗎?還是色? 反正就是什麼利賓會 然後我去了那邊的時候才發現那個什麼利呢 是沒有開門的 然後就很失望 不過在關西的機場呢,還是會有伴手禮可以買 所以呢,就也買了回來 今天就是開箱這些 然後我們就一樣一樣來吧 先從那個中春藤級好了 我們第一個先吃這個 中春藤級的蛋糕 打開的話它就有三個味道 好,我們就來吃其中一個好了 最好這是抹茶 哇,它好 它好黏喔 這個樣子 小蛋糕這樣 好,來,いただきます 嗯,哇 很好吃喔 它是很甜很甜的抹茶 那種苦的味道 在後面才會慢慢的散出來 這個不錯,這個不錯 而且它還棉體熬起來 還棉體 它蛋糕做的 真的非常非常的綿 口感非常好 非常好吃 再來是這個 中春藤級的濃抹茶巧克力 長這個樣子 這個我是有事先先開過了 因為 我是真的很想吃 它裡面拆開來的就是 6塊 然後 都是 獨立包裝的 它在這裡放進口 先是巧克力 這是白巧克力的味道 我差不多咬到中斷的時候 抹茶的那種苦 已經慢慢開始要散出來了 所以它抹茶濃脂真的非常的濃 好吃 下一張就是 伊藤酒誘惠們的這個 他們家的 No.1商品 它就是這個樣子 其實我也不知道它是什麼 我是因為看到它是No.1商品 然後我就買回來了 它這個的一盒裡面有5個 一打開就長這樣 然後總共5個 1、2、3、4、5 它這個也是有獨立包裝的 然後 它也可以當一個買 我是真的不知道它是什麼 我完全 不知道 它是 就好像一個 抹茶跟砂糖 之類的 然後少賣粉 一直有溫和物 然後 捏成一塊 這種方形這樣 就很好吃 它口感是比較黏一點的 但抹茶濃度一樣 很濃很濃很濃 這一家的抹茶我覺得 它就算很濃 但是它還是偏甜一點 它的那個苦味不會很重 好好吃喔 嗯 這一樣 同樣也是 一藤酒又會門的這個 它是零食 就是一個草莓乾外面 包了一層抹茶的巧克力 它的包裝真的蠻美的 然後你要 拆開來 一個包裝裡面 它就是一大包這樣 然後它還附你這個抹茶粉 然後你就拆開 把抹茶粉丟進去 其實我對草莓沒什麼好感 給一顆給你們看看 裡面就是草莓 然後外面全都是抹茶的 巧克力 也倒進去 這樣抹茶粉 感覺就 很好吃 然後就 Shake 抹茶 嗯 不錯耶 因為它裡面的是草莓的果乾 然後它會比較 偏酸一點點 所以它外面的 抹茶巧克力真的是很甜 它兩個綜合起來就會平衡一下 但整體來說還不錯 外面的抹茶粉很加分 所以一樣 也是 一藤酒又會門的這個 抹茶的 糖果 我這個我已經拆開來過了 因為我要把它當成 伴手禮就是送給別人 所以我先拆開了幾顆 給朋友 一個小小的抹茶糖果 我也偷吃了一顆 這個糖果呢 就真的 可以不要買 它這個糖果是真的 就是糖果 非常非常的甜 很像一樣呢 就是那個什麼利的 非常有名的 竹輪 連輪蛋糕 你看它的包裝 非常的 精美 喔 它連盒子也非常的美 它的形狀呢 說這是一個竹輪這樣 我也沒有看過它的本體啦 就一起來看看 給它看看 那個竹輪的 圖案 真的是一個 哇 真的是一個 好美喔 不知道吃起來怎樣 先切一塊來試試看 我一打開 就聞到 超級香的 抹茶味道 它放在碟子裡是這樣 一整個竹輪 給你 我也來斜切的好了 試吃而已 一點點就好 吃一下 嗯 這什麼利的 就是這三家裡面 抹茶的味道是最濃的 最苦的是它 就也有甜 也有甜 但非常非常的少 真的不喜歡抹茶的 這JX可以再考慮一下 但它的外型啊 味道真的 抹茶控 一定要買 我喜歡這個耶 我真的喜歡這個 它真的不甜 像很純正的那個抹茶的味道 非常好吃 再來就像一樣 就是這個 這個也是那個 什麼利的 它這個是紅豆抹茶 少蛋糕 你看它的包裝 也是非常的精美 很這樣子 然後裡面 大概好像是 一包有四個 它裡面也是這樣一個獨立包裝 好像不止四個耶 好像一包有 五個到六個這樣 我們再來試試看 登登 就這樣 いただきます 嗯 哇 這個超好吃的 給大家看看它的折面圖 那你看呢 它的底下就是有那個 紅豆泥 它的紅豆泥 甜度 會偏甜一點點 但是它那個抹茶在綜合一起之後 搭配的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吃 喔 它的蛋糕 那個海綿蹄也是做得非常棒 很綿密 真的太好吃了這個 這真的 很推 這大推 其實這個我沒有想過要買它 只是真的在機場的時候 看到它 然後就想說不如再買一個回家 再來最後一樣 最後一樣了 它這個其實不是在有志買的 這個是在 唐吉 柯德嗎 好像那一家 企鵝那邊買的 它是這一家的起司蛋糕 不過它有出這個 零食 聽說也是非常非常 一定很值得買的一個東西 反正我就買了回來 喔 它就是一打開 就適合 然後 整個 很有質感耶 我覺得 非常不錯 然後我們來吃一個 它是一個 脆餅吧 硬的 來 いただきます 很可以耶 超級可以這個 這真的很值得買耶 我以為它是硬的 結果它是 千層酥的那種感覺 不過它抹茶也是 抹茶濃度比較淡一點點 它是比較甜甜的也是 哇 難怪別人都算那麼值得買 這真的好吃耶 這個很推 推推很推 這一定要買 這個一定要買 這個 好吃 好吃又不行 這個 哇 好那今天吃了那麼多東西 然後 我覺得最最最最好是這兩樣 這就是 宇治 什麼利 兵惠 本店 抹茶 紅豆 撒蛋糕 這個真的非常非常好吃 很值得大家去買一下 然後另外一個 就是這個 這個是 Pab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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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他們家推出的這個零食 這個千層酥 隨便一個超商應該都可以看到到它的中影 然後大家如果去了日本的話也可以 不妨買一下回去試試看 真的很推喔 好那今天的影片也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 訂閱 按讚 分享 跟jjjig 還有什麼想跟我說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喔 那就下支影片見吧 掰掰 掰掰